五谷区登陵路76至9号旁的巷口 因为行人穿越线设置地点不太恰当 许多民众尤其是行动不便的长者 得绕道才能够穿越马路 既耗时又相当的危险 可以看到原本位在巷口的行人穿越线已经涂销 原来过去因为行穿线设置的地点并不恰当 民众行进这里得绕道穿越马路 更别说是行动不便的长者 最主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就是我们有接到民众的一个反应 就是说在于我后方的那个行穿线的部分 他当初是跟我们社区这个花圃的一个出入口的部分 他是没有办法做一个直接的一个衔接 对那后来民众这边有反映到 就是说其实这个部分他们要过马路的部分 还有婴儿推车的部分都是很不便民的 那希望议员这边可以来协助他们解决用路的一个问题 这样子 有有许多的民众向新美食议员陈明毅反映 因此日前特别邀及相关单位会刊 新化设的行穿线已经后退至两旁花台的缺口 方便民众通行 的确那因为民众这边又改善完之后 他们也有跟服务处这边来做一个表示 就是说其实这样子针对于行人的部分真的方便许多 因为他们就是直接可以行走在斑马线上面 那秉除了一些就是安全上面的一个疑虑 由于巷口并没有号之灯 也提醒用路人行进这里要多加小心 确定左右没有来车再通行 也提醒车辆不要停在行穿线上 影响行人的安全